现在这个世间到底哪个是真正的善知识 是郝老师 郝老师决定不会在外面宣传 我是善知识 我是郝老师 不可能 我们既然没有慧眼 不能辨别哪一个是真善知识 也不要紧 我常常劝大家 我也不能辨别 不能辨别咱们找古人 提到找古人 老师接着说了 我在台中 跟李老师十年 李老师不敢以老师的身份自居 他非常谦虚 其实我们顺着这个话的焦躁 就在建立对善知识的判断 他教我学印光法师 以印光法师为老师 印光法师已经不在了 但有印光法师文操在 天天读文操 就是接受大师对我们 开示 听大师的教训 依教奉行 做印光大师的学生 他是印光大师的学生 叫我们都做印光大师的学生 他跟我们是同学 这样的谦虚 所以善知识 我们判断的有一条谦虚 他不会标榜自己的 他标榜自己就是 名利心的 傲慢的 所以太上感应篇说 不脏人短 不炫己长 这一点大家要冷静才能判断 比方说 今天有一个人 他拿着USB 现在不是光盘 USB 你听听这个 老和尚赞叹我了 你就要小心一点了 他在标榜他自己 我们看老和尚最常赞叹的 刘树云老师 刘老师马上 我没有老和尚讲得这么好 人家谦虚 所以一个人拿着 这老和尚赞叹我的 你听 那你就要会判断 你不要一听老和尚赞叹 哇 你又开始激动了 人一激动就不够冷静了 而且谦虚的都是 数而不做 幸而好苦 他所讲的 他不是说 这是我创造发明的 他都是跟着经教在讲的 好 我看师长说了 今天我劝诸位同修 我们以阿弥陀佛做老师 这还能错得了吗 阿弥陀佛没在此地 但无量寿经在面前 经就是佛 佛的心 佛的愿 佛的见解 佛的思想 佛的行词 都在这一部经典之中 我们读诵 受词 依教奉行 就是阿弥陀佛的学生 这个无量寿经里面有讲 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 这个依无量寿经来修行 这个不会错 我做阿弥陀佛的学生 大家都做阿弥陀佛的学生 我们也是同学 希望大家冷静地去想想 那我们要深入这一部无量寿经 了解佛的心愿 见解思想 行词 你看 激功累得第八 这个都是阿弥陀佛的行词 少欲知足 专求百法 我们随文入观 少欲知足 我们有没有越来 欲望越来越善 然后 专求百法 这个渴望学习的心 像饥渴饮食 渴了很想喝水 饿了很想吃饭 专求百法 会利穷身 自愿无倦 有没有帮一下人就不耐烦了 这不行了 忍力成就 一切法 一切法得成于人 你看这些经文 我们就是在跟阿弥陀佛学习 忍力成就很重要 不忍不止不能成就 前功尽弃 甚至还副作用都会出来 你事没有做成了吗 人家都说不行 这个学佛都不行 学佛也没什么改变 了凡世讯 有一段经文 很重要 就是 与人为善 这个 积善之方里面提了 行善的十个纲领 第一个就是与人为善 举了顺王 顺在雷则 改变了这一方的风气 这一方本来都是 互相争夺 他老人家去了 一年 互相礼让 以顺的 智慧得能 怎么不能以一言来教众人 乃不以言教 而以身转直 用身教来带动 良功苦心 大家能不能体会 什么良功苦心 顺王 有那个智慧跟威望 我们有没有 我们不一定有 所以他用讲的 我们后面也学不了 他用身教 任何人都能学 接着 危己之善行人 危己之多能困人 不要以自己的长处去压别人 不要以自己做的善事 去行人就好像 去炫耀的那个感觉 多能 你的能力才能很多 去挖苦别人 要收敛才智 若无若虚 要谦虚 做了 就不放心上了 有哪些能力 也不放心上 都想着自己缺什么 要好好在哪些地方提升 就不会去炫耀了 不然都压到别人了 让人家没面子了 你看古人都有这个涵养 不让人难堪了 我们一彰显自己了 就压到别人 欧阳修 唐宋巴大家 欧阳修的文章 在古文观止好多篇 朋友一找他 他从不谈文章 一谈文章 他的客人不是紧张兮兮的 他谈什么 谈半政治 大家都是官员嘛 这个他比较弱 蔡香 他呢 半政事很强 文章比较弱 他建了一个 在福建建了一座桥 七八百年都在 都好好的 非常难得 他半政事的能力非常高 可是朋友来找他呢 他都谈文章 因为那是他的弱像 向人家请教 我们学古人 目贤当目其心 感受到佛不赛的心 古人的心 从心上去效法 积德行善 要从心上 跟改过一样 改过有从事上改 有从理上改 有从心上改 行善也是 有从事上行 有从理上 有从心上去效法的 积德这段话就很重要 我们要收敛才智 不要去压别人 见人过失 看到家里人有错了 寒荣 包容 掩复之 掩复之就是 给人家台阶下 掩盖一下 给他留面子 一则令其可改 一则令其有所顾忌 不敢重 为什么叫令其可改 因为你一直批评 他就恼羞成怒了 破罐子破摔了 我就是这样 不然你要怎样 你讲一次 讲两次了 就不要 讲 讲得很啰嗦了 那个讲话的分寸很重要 有些妈妈提醒孩子了 提醒一次两次 他还没改 别说了 往往提了几次 他没做 发脾气了 你发完脾气了 他更不改了 你提一两次 他没改 你又不说他 他心里会怎么讲 哎呦 我妈没说我 哇 他以前都这么啰嗦的 还会发脾气了 怎么现在不说我 他有所顾忌 不敢中 他不对的 你不说 他有一点好 你赞叹 唯长可取 小善可路 凡人舍己而从之 就是他有好的 你赞叹他 你成他之美 人的良心 就因为我们这样的修养 就自然起来了 哎呀 我那么多问题啊 我母亲 我太太都不说 我才那么一点好 他们就赞叹 哎呀 不好意思啊 哎呀 不能辜负 他们的欣赏啊 窥知啊 小人可使为君子 要让人家的惨愧心是自己出来的 不是你骂出来的 那骂叫什么 鸡之啊 你太强烈了 鸡之 君子可使为小人啊 窥知 小人可使为君子啊 我们每天是在干把小人变君子 还是把君子变小人 古人留这些人生哲理啊 不能忘啊 跟大家商量一下 我看我们这个课程啊 调为一个半小时好了 有没有反对意见的 这些是民主 有反对的我们可以 闲不赶 假如没有反对的 那当然你刚好有事跟人家约好了 不能失省了 赶快下线去 这个到时候看录像就好了 你不能到时候失约了 说因为成德法是多上了15分钟 不能把责任推给我 这个 法是很活泼很圆浓的 不要太死板 跟人家约好了 人能红照 我们要把信演出来 不是多听听就会进步啊 要依教奉行 这个最重要啊 我们真的修行人要敏锐啊 经历过的事啊 到底问题出在哪 要体会到啊 不然常常跟家里人闹不愉快 跟朋友闹不愉快 同事闹不愉快 也不知道问题在哪 这些人情事理我们 要体会到啊 经一世啊 要长一世 好 那 我们看呢 佛法的教导啊 我们找老师不可以随便的 阿难问世佛集中经讲 从明师受见 明白的老师 他是修行的过来人 假如他不是修行的过来人 他还敢跟你拍胸脯说 你跟着我修绝对没问题 那不是狂妄了吗 老和尚是有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代啊 所以我们不是修行的过来人 真的 面对 有信任我们的人 我们应该是带着他一起 一起医子明师 这人不能打肿脸 臭胖子的 断人家慧命之后 这个罪业可是不得了啊 不是开玩笑的 好 那我们呢 跟老和尚的缘去组 只要相信老和尚呢 成德跟很多同修说了 那我们这一生呢 了脱生死 往生其着之间的缘成熟了 当然了 也要善有为一 你不能把老和尚的教会给误错了 善有为一一起切磋探讨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可是我们的亲戚朋友啊 他得度的缘呢 不一定是跟老和尚 他有可能是跟另外的善知识 可是当他想修道 他不能判断善知识啊 现在其实说法都很好 我们有机会啊 聊着聊着 也要把怎么分辨协证呢 供养给亲戚朋友 大家觉得重不重要 很重要 那我们从老和尚的交召 老和尚为什么 一提修行 就要提三个老师 大家体会到没有 代表啊 佛法的修学一定要有诗诚 正法无人说啊 虽智莫能解 要有诗诚 法华经说的 善知识者是大因缘 所谓化导令得见佛 我们修学的路上 有一个很重要的助缘 就是我们依止的老师 是大因缘 这因缘里面最重要的 六祖谈经里面提到了 威英王佛以前有 无师自通的 威英王佛以后没有了 所以你要依止的老师 他一定有诗诚 你看老上的诗诚 就是应光大师 李秉兰老师 这第一个重点 第二我们刚刚提到 谦虚 善知识谦虚 再来呢 安平乐道 善知识不会 哇什么 车子啊 吃啊都很讲究啊 那绝对不是善知识 我看现在 开劳士来师的 还是什么的 当然 人家护法 有钱了 开来 那是对他恭敬 可是假如 哇他自己买啊 买很多啊 那小心了 他自己还买房子 就小心了 论诺语里面讲啊 是自于道 一个读书人 自于大学之道 圣贤之道 而此恶依恶食者 为主以义 你就不用跟他谈修行了 他吃的简单一点 他不欢喜了 穿的简朴一点 他也不欢喜了 他要穿名牌了 他要吃好吃了 那这个人 都是欲望在前头 他没有道了 安平乐道 而且啊 不会拿着圣教来做生意 赚大钱 这叫批犯如来 师徒如父子啊 希望来学的人得利益啊 不会哇 一张票要很多钱才可以啊 这个都不相应了 跟真正的善知识都不相应了 这个大家都要会分辨 第四啊 财德论里面有讲 正直中和位之德 公正 真诚执行正直 很真诚 邪的人呢 有时候不敢 不敢正眼看人 邪正 看眼鼻啊 看一个人心念 邪还是正呢 看他眼睛 看他鼻子 当然了 我们就不要今天一天晚上 看人就瞪着人家看啊 所以这个孟子在说 观其谋子 人焉受灾 人焉受灾 因为眼睛是灵魂之窗 正直中 他做什么事啊 中到中庸 他不会过不及 他不会走极端 还有和 和就是和气 柔软 他会为整体着想 他不会脾气很大 以和为贵 还有一点 这个也是佛章说 交代的 不以神通度众生 在印度拍的佛陀传里面 也有讲到这个重点 当说信众 丢石头啊 对这个出家人很不恭敬 这个出家人献神通 回去被佛喝斥了 流弊太大了 因为 你献神通了 比方说我们念佛 开始在谈 我念佛念道 看到什么了 阿弥陀佛来了 就开始在那里旺谈 自己修行的这些境界了 这个是不妥当的 我当时刚接触佛法 我到一个佛室里面去 结果呢 有一个同修 他们年龄都比我大 我当时才二十几岁啊 他在佛像面前呢 坐在那打坐 坐着坐着 就站起来了 坐了可能有二十分钟啊 他就说 今天佛没来 就坐了 哇 你看我们二十几岁的人 假如不会判断的话 哇 太厉害了 都知道佛有没有来啊 这个都是啊 在那里旺谈这些 见佛不见佛这些事情 旺谈这些瑞相啊什么的 那因为你谈这些东西啊 会产生很多问题的 比方说第一个 误导众生的 知见了 佛法是什么 佛法是内学啊 他要向内的 反文 文字性啊 他向内反观了 你现在跟他说 哎呀 可以见佛啊 他会产生什么态度啊 他向外啊 常常想着要见佛 见菩萨啊 你把他修学的之间 误导了 所以应该是要往内 才是正确的修学之间的 何其自信 本质具足 向内开发的 不是向外攀求 追求 好多人修行 就为了求神通啊 就完蛋了 我们都要敏感了 你一个言语行为 会产生什么流弊问题啊 佛考虑事情是很深远的 当然我们也要从 佛这些教导啊 懂得敏锐洞察 事情的副作用 哎 我这句话讲了 后面会不会产生什么流弊啊 我这个行为做了 后面会不会产生问题啊 我们要培养这种 敏锐度 第二啊 比方说我们 都谈这些 见到佛了 让听的人感觉 哇 我们境界不一般啊 啊 我们是圣贤 圣人啊 可是呢 他又跟我们一接触啊 我们的 言语行为 也跟他差不多啊 那他就会产生说 哦 原来圣人也跟我差不多啊 那 整个呈现给他的 这个 修学 次序啊 他可能就 看不清楚了 乱了 差不多啊 圣人跟我差不多啊 因为你 你现那些神通人 那他就感觉你是 很高境界的人 就误导他了 你看 孔子 无时又五 智于学 十五岁 用我们佛家讲的 发 四弘四愿啊 要行菩萨道了 孔子是要行大学之道啊 三时而立 四时而不惑 不断提高自己的境界啊 五时知天命 六时而耳顺 七时而从心所欲 不予 下了多少年功夫啊 从十五岁 到七十岁啊 那我们哪有说 念了三年五年了 哇 见佛见菩萨在那里炫耀了 让人家觉得我们 境界相当高了 还发脾气 还贪吃 还什么的 就乱了众生这个 修学的次序了 第三呢 这破坏众生得度的姻缘 每个众生得度的姻缘 那不是一生一世的 他可能过去生呢 就跟这个善事是有缘 诸位同学啊 你们觉得你们跟老上的缘 是这一生的吗 老上生生世世 谁足于我 心无战舍啊 可是 这个老上都说 我是凡夫啊 老上谦虚啊 结果你 哪个人 哇 现在神通了 众生又 迷啊 你一神通了 本来跟着老上学了十年了 哇 这个人很厉害啊 跑去跟你了 你把人家 得度的姻缘给影响了 哇 那断了人家 的法源呢 这个罪过就很大了 而且这样的人呢 一定搞明明立养的 把众生都带偏掉了 好 所以在《论言经》里面提到 妄谈这些 瑞相神通的人 造的叶比杀道迎望 还重不知道多少倍 因为你造杀道迎望 影响的面很小啊 你做这个妄谈 神通这些 影响的面大 而且是断人会命啊 老阿上说的 断人会命的罪啊 比断人的生命还要重啊 因为会命有时候 它是无量节 好久的时间 它才等到这个机会的 你把它给破坏掉了 你也会没想到 我真的好久了 我会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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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